岛屿,胸片诊断,这六大误区最常见,诊断误区一,看透不充分,判断标准,无法透过心脏看的脊柱,说明胸部正位片穿透不充分太白,引起后果。 一,正位胸片上左侧隔肌可能不可见,因为左肺底特长不透明,该技术为影可模仿或隐藏左肺下咽的真实疾病,例如左肺下咽肺炎或左侧胸腔肌液,解决方案,观察侧位胸片,以证明左肺底疾病的存在。 二,其次,肺的纹理,主要是肺血管,可能会显得比实际的情况更突出,误认为,患者有充血性心理衰竭或肺纤肺化,解决方案,寻找其他充血性心理衰竭的影像学正向,观察侧位胸片,以证明存在肺纹率增出,气症疾病或正位胸片上,所怀疑的左肺底胸腔肌液,诊断误区二,过度传透,引起后果, 过度传透太黑,肺纹率可能显得减少或缺失,误认为,患者有肺气症或气胸,解决方案,寻找其他肺气症或气胸的影像学正向,重拍胸片,证断误区三,气息不良,引起后果,肺纹率俱拢,可导致木判盖片显示下液肺炎,解决方案,观察,X线侧位胸片证实,证断误区四,过度旋转, 引起后果,扭曲正常心脏和大血管,肺纹和合肌的解决外观,显著的旋转可导致解释错误,旋转远离成像胶片暗合侧的肺门显得更大,因为远离成像暗合的物体,往往比靠近成像暗合的物体显得更大,解决方案,测为胸片上看肺门, 以查看是否可确定肺门增大,比较同一患者目前的检查与以前的检查,以评估变化,二,扭曲正常心脏和肺门的轮廓外观, 旋转远离成像暗合侧的格机,可能显得比对侧高,解决方案,将同一患者当前检查与以前的检查进行比较, 诊断物区五,放大,取决于患者相对于成像暗合的位置,放大可在评估心脏大小时发挥作用, 正位片胸片的标准角度是正外,这种片成为胸部正位片,又叫PA胸片,PA胸片是GX视线从病人身体后方穿透的前方,GX前进入P后,从N前出来,PA胸片更接近于成像表面, 因此更接近于实际尺寸,拍摄胸部前后位片也称AP胸片时,X线数从A前进入,并从P后离开,前后位片由于拍摄时离X视线圆较近, 其图像就不如正位片清晰,图像也必正位片打,便携着床边胸线几乎总是AP胸的, 因此,同样的心臟在AP位图像上,较PA位图像上会显得稍微大一点,便携式AP胸部图像中的心臟比标准的PA胸部X线片中看起来更大, 还有另一个原因,便携式AP图像采集,时与标准PA位胸片相比, 受骗时,X线圆比患者的距离更短,X线圆距患者的距离越大,放大程度越小, 要学会在AP位胸片上,判断心臟是否真的被放大,诊断物区越过度成脚,成脚,通常情况下, 对于直立的胸部检查,X线束水平方向,通过平行于地板,在内住位置,胸部平面垂直于X线束, 住院患者,特别是可能无法在床上完全坐直的患者,X线束可从患者的头部和胸部向后倾斜时进入胸部, 至于X线束与患者头部成脚时,有相同的效果,得到的图像被称为胸部肺间前突围,肺间前突围, 胸部前部结构如左骨在相应的放射图像上被投射的较高,胸部后部结构被投射的较低,引起后果, 一,左骨的外观扭曲,二,扭曲胸部其他结构的外观,三,心脏可能有不寻常的形状, 又是类似心脏肥大,且扭曲了心脏边界的正常外观,四,左侧隔肌的尖锐边界可能失去, 这可能被你认为左侧胸腔肌也或左下腌肺炎的真相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